好,SciFi的朋友大家好 My Radio的朋友大家好,Chit Chat Central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在講一個,不是一個什麼羅茲威的現象 是一個消失的差的現象 這一套戲我們相信出門的時候 票房已經達到人民幣30億 一套我們剛剛在美國看完,極之不是高成本的電影 簡直是中低成本的電影,消失的他 不約而同,Mike和我都看了 也都一票難求,在美國我之前都放了出來 就是場場都爆了,而在洛杉磯 那個場數一天九場比奪寶奇兵還多 現在的場數就是,還有很奇怪 就是本來這個星期五是想別叫我賭神 周潤發那裡別叫我賭神 突然之間切當,不想把場數給這套消失的他 那我先問Mike 現在就變成消失的賭神 消失的賭神,不是別叫我賭神 因為AMC連我不是賭神都已經沒有了 沒有計劃,不想把整個旗拔掉 那就是消失的賭神 直接你也搜尋不到這套電影 搜尋不到,搜尋不到發歌 所以就是消失的賭神,不是消失的他 是消失的賭神 所以我們今天就專門研究這個現象 為什麼會說這個現象呢? 譬如說大陸那些很大堆頭的電影 流浪地球那些 我們知道他拍都拍了很多億下去 收回十幾二十億是很正常的 這個預期到的 這一套沒有大演員 比較出名就是那兩個女主角 或者香港人熟悉那兩個女主角 一個是文明山 文明山也不是一線 偉尼呢 香港人比較熟悉就是因為做劉德華 拆彈專家二的女主角 其他男主角都是不認識的 那麼 我問你 朱一龍、杜剛 你聽過沒有?我沒聽過 真的沒聽過 沒聽過 那 你看到時候的情況是怎麼樣? 是不是真的爆到瘋了? 我昨天 首先就是這樣,昨天第一天做 總共有九場在AMC Atlantic那邊 其中有兩場 我是覺得很奇怪的 全部爆滿了 一個位都沒有 六點幾中到九 六點幾中一場 九點幾中一場 前面那些位都沒有? 雙殘前面那些位都沒有? 那些位好像還有 但是很奇怪地 是填滿了 就是很詭異的 如果真的這麼爆 即是那些卡洞位都沒有 那些卡洞位都沒有 卡洞位都沒有 那我相信 但是因為我昨天去到的時候 發覺原來他設定了一個 背景板 還設定了燈 還有攝影師 相機 應該來講 那兩場爆滿 應該是特別招待場 即是有人爆起了 因為我看那一場 是差不多五點鐘那一場 五點多鐘開場 那一場大概是有七成到八成人坐滿 而大部分都是女性 那就有男觀眾陪女朋友入場 那我就單拖 因為我看到 咦? 我聽到你們說 咦? 發覺那套又沒有了 咦? 一天有九場 一天又有兩場 全部爆滿 所以我就好奇心之下 就買票進去看 通常我都很少不看西片 你很少看大陸片 小 真的很少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還有最近突然之間多人講起這一套 所以我就好奇之心驅使下 就買票進去看 那麼 初初我看到沒有什麼人 好像沒有什麼人入場 但是女性是多的 開始慢慢來 開始越多人了 那 那麼 後來是有七成 七成人左右 全部都是講國語的 你不要忘記 你看那間戲院有幾百個位 大戲院 七成是很重要的了 是 很多座 你那間戲院 還有他因為有幾場 幾場戲呢 另外還有幾場戲呢 一兩場左右 在大房裡拍的 就是大房裡播放的 我那個不算是 大房屬於中小營 應該屬於中營 中營 那 觀眾反應呢 我一邊看一邊看 去到 尾段那一陣子 我們聽到 Felipe 我也聽到有人哭 也有人笑 我的場地 笑其實不多 不好意思 我最後是笑了出來 不好意思 OK 但是我聽到有其他人笑 OK 我就沒有 我聽到是Felipe 那麼我左邊 隔幾個 有Felipe 右手邊好像也有一個 後邊也有 我聽到是有Felipe的聲音 有人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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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整齣戲 我本身是 完全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只知道消失的他 純粹是 由頭看到尾 那麼 看完我也打分 大概是85分左右 就是不算太差 但是 是有繁駁位的 很好看 就純粹見仁見智 因為純粹只是一個懸疑片 而已 我知道香港還沒有做的 那麼 純粹 最主要就是說 男主角 發覺老婆不見了 去報警 而 那個地方是泰國 而泰國 那些警方不理他 牠也是 差不多 nadirty 裔 appointment 就是說 純粹簽證 so 他就甘wny 複膽 他 smell 有一個華裔警察去問他什麼事 然後他就說你先回去吧 我翌日會過來找你 就去酒店找他 就開始了這個故事 而他翌日起床的時候 發覺旁邊有一個女人 而那個女人不是他老婆 但是說他是老婆 而他到處去找很多證據的時候 連那些證據 包括護照 包括他身體上某些傷口位 都是跟他老婆一模一樣 甚至乎那些CCTV 都做了手腳 都換了樣子 所以就覺得很奇特 很古怪 究竟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老婆不見了 而有另一個人說他是他老婆 最初就是一個懸疑案 開始 那 我首先這麼說 我看完這部電影 我幾點想關掉 首先我是剛剛看完 今天早上才看完 也會爆的 我那邊通常 我好像和你們分享過 我那邊橙圓 說影片也不是這麼多人看 之前我 十二日 一人婚禮 那些我一個人包場 今天這裡爆了八九成 是很意外 還有是無緣無故下午中午場 是啊 那我自己的想法 這一部電影 首先不是其他國產的飛機片 不是戰狼的飛機片 是跟外國完全沒有關係的 純粹是一部 原意片 原意推理片 那這個故事 基本上是可以發生在任何國家 你可以韓國人可以拍韓國版 沒錯沒錯沒錯 這個跟政治 沒有關係 沒有敏感話題 是沒有關係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的 那 我自己個人覺得 這部電影其實僅僅合格 只不過是等於荷里活的 B至到C級的經率片 甚至是某些Netflix的片 那種這樣的片種 因為基本上是幾個人都拍攝了 不是什麼大製作 不是燒錢 絕對 我相信成本都不是很高 演員也不是說出名 這樣爆冷出來 其實是都 想 比較想 想 探討一下這部電影 這樣爆出來的 這個現象 我自己覺得 就是 通常 中國人在大陸看大陸片 就會期望到那個結局是怎樣 會期望到哪個是中 哪個是間 那這部電影可能有少少起出望外 所以可能是爆冷的原因 反過來 如果這部電影拍過美國版 是很平庸的 因為美國其實很多這些電影 一年出了很多這種經歷片 尤其是說這個 類似是 你說有 任何原因 叫做什麼 謀財害命也好 你說是跟兒子相宿相妻也好 你說 什麼都好 或者其他種種原因 氣內氣外 美國其實 每天都有這些事情發生 也都有真正的 真人真事發生 因為我看完這部電影 我第一個感覺在 這麼像我看過一部電影 不是電影 是紀錄片 是說真的有這件事發生的 只不過那個原因是有少少不同 還有那個背景當然不同 不會是泰國 就是轉了一個美國人的夫婦 去了墨西哥旅行 而發生了一件事 老婆不見了 這樣 然後就 然後就開始了這個調查 這樣 好 那Mike交給你 你說 其實都是真人真事 是啊 其實如果說到這裡 就變成是一個劇透 因為在國內 雖然是爆紅 但它爆紅 其實這部電影 很多人都知道是什麼一回事 所以我們都劇透過 講過故事 我們可以劇透故事 不要劇透結局 其實差不多 不知道 OK 其實這部電影 是有真人真事的 真的在大陸發生過 在兩年前 真人真事發生的 那就是轟動大陸的 其實這件事就是 有一對夫婦 有一對夫婦 那個男的是 處心積慮 去追求女的 然後結婚之後 整個人的態度是轉變了 然後她還要是 就是 是一個賭徒來的 那她也 病態賭徒 好像是病態賭徒 後來因為老婆知道了 要跟她離婚 那她就 因為她本身 也在泰國發生的 那所以 她是 是 她是 在泰國 是推她下山的 嗯 就不是電影 就是 在海裡浸死她 所以 她是 骨幹在那裡 也是老公 殺了老婆 那 真人真事 而這個老婆 最後 因為她滾了下山 而她是 有了那個 有一個寶寶在那裡 真事是 有一個寶寶在那裡 所以幾乎是 一絲兩命 那她滾了下山之後 幾乎? 即是沒有死 那個女人是沒有死 寶寶死了 那個女人是沒有死 真事 那個女人是沒有死 寶寶死了 而那個女人身上有 十七處的 骨折 所以花了很長時間 是 醫治好的 那 而 因為 是被人謀殺的 而她又死不去 所以 後來是 拘捕了老公 而 最初是判了中心監禁 後來 男的 上訴 因為上訴得直 然後女的 再反上訴 最後最終判決是判了三十三年 所以這個是真人真事 三十三人在泰國謀 好像是在泰國謀 嗯 好像是在泰國謀 那 因為女的不死 所以整件事是 逃了出來 但是電影是女的死了 所以骨折是 老公 處心積慮 要輸了錢 要賠錢 也都是 最後是處心積慮 殺 地方也是泰國 所以她拿了骨折 而不同的地方 就是跟真人真事不同的地方 就是她去報警 她沒有人理會她 而第二天早上 在酒店起床的時候 看到有另一個女人 說是她老婆 但是她知道她不是老婆 因為她是殺的 那女人真的不是她老婆 所以 故事是這樣下去 所以很奇怪 為什麼突然間有個女人 在你身邊 起床 而她告訴你 她不是老婆 即是她其實是增加了 懸疑性在那裡 是的 電影版就是 那我 因為我看完這套戲 回來是 看其他YouTuber怎麼說的 那麼香港 有些YouTuber 在大陸看了的 大把戲那邊 她有看過 也有說過 她說原來這個是真不真事的 也都 那個身邊的女人 起床 其實是另一套 好像說是俄羅斯電影的 但是那套是笑片 就是起床 起床 覺得旁邊的女人 不是自己的老婆 但是這個是笑片 那麼她就把這些元素 湊在一起 令到那個 那個故事性 就是不要這麼平鋪秩序 而是故事性 更加濃厚 還有因為 那個 他們兩夫妻的相遇 那個老婆死 那個時候 那個情景 是有一個 異景在那裡 所以索造了 就是那個索造的堆砌 是令到整個電影 是更加好看的 我這樣說 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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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後 就是 為什麼會有一個女人 在那裡 其他的角色 又是什麼呢 其實 我 這裡我就不說那麼多 因為我說一套電影的名字 其實都已經穿了 那一套就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 就是如果你有看過 Mission Impossible 那你就可以 用上去 你就知道 其實 整個 整個東西 最後是好像 Mission Impossible 那 所以 對我來說 因為 我也很容易會 看電影 看到 頭進 會看到眼淚淚的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這一套 我看完之後 我是沒有眼淚淚的 我是真的沒有眼淚淚的 但是我 旁邊那些 我都說 剛才聽到Felipele Felipele 主要就是因為 後來知道 拿了一張照片出來 那張什麼照片 就讓大家入場看 那麼 我是那裡 那裡 我聽到 那裡 那張照片之前 我已經聽到Felipele 我那場沒有 是那張照片 拿了出來之後 不是那張照片 是之前 已經開始 Felipele Felipele 那 那 就是我 我投入不到 就是我投入不到 不是它不合理 它是合理的 但是我投入不到 首先 以我看這麼多紀錄片 那些叫做Forensic Science 那些調查凶案的CSI 第一個 譬如說你剛才說 那個真人真事 是完全合理的 但是 那套戲 變得不合理 是為什麼呢 首先 你的老公 去報失蹤 而是十五日後 去報失蹤 然後想著他 是屍尋大海 是永遠找不到的 這個是完全跟那個 他那個目的 相違背 是 因為通常 謀財害命 一定要見私 不可以報失蹤 你報失蹤 就等於 因為你謀財害命 我現在馬上要錢 是不是 我等錢 我是職業賭徒 我當然要等錢 我欠債這麼多 那些謀財害命 如果是報失蹤 他就失蹤 你要過七十年 法例上才斷定他是一個死人 然後才拿到他財產 沒有人謀財害命會這麼笨的 謀財害命是一定要見私 所以你看到其他 有很多真實個案 或者合理的個案 是反過來 反而 我一開始看的時候 我一開始看的時候 我覺得是怎樣呢 我覺得 那個老公和失蹤的老婆是同謀 你明明因為事實 玩假失蹤 在這個世界 真的很多 是拿一條假的屍體去燒死了 浸死了 毀滅DNA 就拿出來 這就是老婆 你 我有什麼錢 但你想想又不合理 因為他是想謀害他老婆的錢 因為男的是窮的 女的有錢 對不對 所以整件事已經是不成立的了 然後到了那個所謂律師走出來 那個律師好像 好像刑事偵緝檔案 陶大宇上身這樣查案 律師一來不會這樣查案 對不對 律師不可能這樣查案 二來我在米後跟你說過 我心目中的律師 就是見錢開眼 不需要看真相 沒錯 他未到吐氣的一半 不斷托他說 我需要真相 你一定要對我坦白 這一定不是律師的口吻 律師的口吻就是 你要把破綻出來 我幫你打 律師是不在乎真相 他這樣說 就是三番四次這樣說 令到我覺得這個不是律師 一定不是 不知道是什麼 一定是背後的同謀 接著去到一半的時候 我已經猜到 其實我已經猜到 發生什麼事 所以其實怎麼說 可能看得不多推理劇 那些人會猜不到 就覺得很好看 覺得很扭曲 覺得很多推動 但是問題就是 我們在這邊我看很多 那些荷里活的電影 那些二三線 尤其是有時劇集 都其實已經很扭曲了 嗯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就是僅僅合格 去到哪個位置我笑呢 去到最後 原來 原來 其實我都猜到 全來所有人都是在一起 這樣 接著還要走出來 有些鬼佬啊 有些什麼 那些 那裡是全場很多人笑的 我第一件事想到是什麼呢 其實他去到最後那裡 我已經想到 我已經想到 就是賭合1999 黃禎那一套 張家輝就拍片 張家輝就扮著 薩華仔 做一次世界盃紀錄 其實就是那些招 接著還要一群人一起晒冷 就是一群跑龍套 就是卡拉菲在那裡晒冷 那你和喜日之王有什麼分別呢? 我就是想到 我就想到 喜日之王和賭合1999 我就正路一些 我想是 mission impossible 我就笑了出來 我真的忍不住笑了出來 你在中間 我其實是 開始有懷疑 就是 律師出來了 大概是 第二 應該是第三場戲 在律師樓 那一幕 那一幕我已經是開始懷疑 因為 死者和律師 喝那杯咖啡是下檸檬的 嗯 那一部分我已經是開始懷疑 是的 那一部分我已經開始懷疑 因為你知道很多時候 人們喝咖啡 是下糖下奶 是不會下檸檬的嗎? 很少人喝檸檬的 是的 他還要特寫 給你看 通常人們是用鉗 用鉗來夾檸檬進咖啡裡 他用手拿的 特寫是 我不知道有什麼原因 用不用手 其實不重要 重要的是領啡 他們兩個有同一個的 嗜好 那個嗜好 就是那個 所以我那裡已經開始懷疑 那 是不是設定 我一直都 我知道是 這個律師和律師 一定不是律師 是的 開始懷疑 還有他有一些 你怎麼說 那些行律的態度 要真相真相 真的不會有這樣的事情 嗯 就是不會說什麼 說 那個律師 花那麼多時間 去跟你做 就是你看TVB的律師就是這樣 但是真實律師不會這樣 所以我覺得黎尼的角色是做得超過 所以令到 一早就令到穿了崩 令到我看穿了崩 因為我看就是 那個女主角和毅尼是有關聯的 所以 所以那裡我已經是開始特別留意 就是他所做的事情 那麼 直至到 就是 開始到去 在那個醫院裡 那我已經知道了 所有事情都是 就是 還有懷疑的老公呢 通常最大 最多人就知道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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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去 他去 做交易 然後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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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的那些器材 那個人說 我見過這個女人 他來過租的 而老公反而說 沒有可能 不可能 嗯 那裡其實已經知道 是 老公是 工手來的 所以整套戲 就是 我相信是 大陸 因為他大陸本身已經知道這件事 他們想去看 就是 看你拍成怎樣 看你拍成怎樣 真事新聞已經賣了 真事已經知道 他們已經知道 未入場已經知道 老公就是兇手 嗯 看看他怎麼寫 那麼他就合了這麼多事情 還有 文明山 文明山的確是做得好的 是 就是 很搶褲 很搶褲 還有 他那個 那個身形 頭髮 講話語氣 眼神 那個 形態 配合得很好 就是 令你 還有他經常穿那些 什麼 紅色衣服 是很搶褲的 那 還有 就是 他經常穿那些 好像吊帶衣服 那些 真的很漂亮 是令你很吸睛 所以 文明山那裡是搶很多分 你看見現在 魏利是 魏利是女一 文明山是 即是 就是那些配角 但是 文明山是搶鏡過 搶褲的魏利 就是你一線的女主角 當然它是令人覺得它很蛇蠍心腸 你看那些報道也是說它很蛇蠍心腸 但發現最後原來不是 反轉了,它不是蛇蠍心腸 所以那裡是反轉了 這個可能另一個,因為有一個推迦 就令到非一般的國產片 因為國產片正如我所說是猜到的 壞人就有壞報,好人就有好報 這個是比較另類一點 所以人們就少看這一類電影 所以勇就會看 還有它其實是拿了很多西片的元素加進去 抽抽萬萬的 所以它吸引到國內 吸引了現在相近三十億人民幣 短短幾天?十幾天 十七天,十七天 十七天很厲害 這套戲五十億埋單沒有懸念 刀仔鋸大樹 你說,我們繼續說 因為現在在國內很多電影其實 要麼政治化 要麼圓幻片 這個是比較貼身一點 因為是兩年前真的發生過的 所以就是什麼? 還有我在想為什麼那些女生會哭呢? 其實不外乎有幾個原因 要麼是她碰過渣男 所謂渣男 被男人騙過 親同感受 要麼真的很投入 那女生這麼愛她老公 但是被她老公出賣 覺得很傷心 另外一個就是 她覺得自己沒有錯 她老公還說 喂,我們不是結婚的時候發過誓 Kill that do us part 是不是? 這樣 不是什麼貧窮 富貴與共 這樣 但是她首先 有種丁蟹的思維 有種丁蟹的思維 但是問題是她先答應了她戒賭 是啊 是啊 但是她預約了一個預約 那 而 那 在國內來說 我相信無論電視劇好 電影好 是沒有這一類 而這個導演是很聰明地 就是將不同的元素 就是本來 一個簡單的謀殺案 就是 還有一個女事主還沒有死 而她扭轉了這麼多東西 還加了很多 Visual的東西 譬如她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畫家是什麼 那個 那個畫家 我只覺得這套戲 本身來說 對於我來說是很一般的 嗯嗯嗯 那時候我不是說 我在節目開始 我不是說過 我就是 一看這麼像 這麼像一件真人真事 就是在那裡說完 那件真人真事 就不是為錢的 其實都是為錢的了 但是呢 那個動機 那個動機 動機有一點點不同 就是那個老公呢 是 就 很想和兒子雙宿雙妻 嗯 但是就沒有錢 就是又沒有錢 這樣就叫做 窮心未盡 悉心又起 這樣呢 就想一直就看著老婆不順眼的了 那就趁那個結婚周年紀念 就說 跟老婆去旅行 去墨西哥 去潛水 嗯嗯嗯 這樣 那其實一早已經和兒子 計劃好了要殺老婆 就是說那個兒子 先飛到墨西哥 他簡直不是用殺手 他用回自己的兒子來做殺手 那個兒子已經躲在酒店裡 就是租了酒店隔壁的房間 那麼他飛到 去到 這樣 又好像這樣 又好像這類的劇情 吃一個非常幻想的晚餐 然後就做到一個 做到一個 不是就這樣失蹤 是意外死亡要見屍的 嗯嗯 就是他務求怎樣呢 因為我們 在美國買人壽保險我們知道 普通的自然死亡就賠一個價錢 賠一百萬元 是的 意外死亡是賠雙倍的 嗯 那麼 逢親意外死亡就是 起雙計 那麼他就一定要做到他是意外死亡 浸死也好 就是潛水浸死也好 是的 沒錯 或者是被車撞死也好 什麼都好 那麼所以呢 但是一定要見屍 就務求立刻結案 那麼 立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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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公司賠錢 那麼就可以 這樣就有錢了 一石二鳥了 搞定了老婆 就跟兒子雙叔雙妻 那為什麼通常那些人會這麼有趣呢 就是為什麼中國又會去泰國犯案 那為什麼美國人又去墨西哥犯案呢 因為其實他們想著 別的國家那些警察就不多理草草了事 這樣 基本上 為什麼不在美國做呢 為什麼去旅行可以在美國呢 這麼大 是不是 那麼你中國都是 結婚週年紀念你可以去另一個省 為什麼要去泰國呢 是不是 那麼中國沒有潛水 什麼海南島都有潛水 是不是 所以就是有這樣的原因 所以這些事情呢 經常都發生 所以我見怪不怪 這部電影呢 其實有一個範駁的位置就是 他既然是要殺老婆 但是他又做到不是一個意外 因為他最後這條絲 找到的地方 不是一個意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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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有人困住他 踏了一個鎖 你知道是死的嗎 那麼你很明顯就是一個謀殺 還有他又不期望別人找到這條絲 是不是 如果他謀在害命 是期望別人找到這條絲 那整套戲就不成立了 那整場大龍鳳就不成立了 因為那場大龍鳳就是要他講出 對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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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合理的地方就是 因為他一開始就說 他15天就說去找他老婆 而找不到 他也知道就是說 找沒有絲 不立案 嗯 你不要愚蠢 那為什麼你不去 你已經是做了不在場證據 為什麼不讓人找到這條絲 你也不是說弄到他有一條絲 因為他在龍那裡 他在水底那裡 那條絲不會浮上面的 對 你的絲不會浮上面的 所以其實謀財害命 就是應該做到意外的 沒錯 我看過另一套細片就是說 其實說那個氧氣筒是壞的 他死了然後浮上去 對 你這樣做 你要做到意外 或者氧氣筒那條管是塞了的 對 你這樣才能做到意外 但你不是 這樣才可以 你也要做成大龍鳳 走去警察局到處找 到最後別人不立案 因為你不立案 那就是 他不知道失蹤了 但是你回去 他承受不了那些遺產 所以 所以這裡是不合理 不合理的 如果你說造成意外 那他可以 正如你個人所說 真的可以快些拿到錢 所以這個 他這個情況就承受了遺產 是不是 美國那件真人真事 就是可以拿到保險金 是不是 就是同一道理 還有 文明山出場 就說是他老婆 他那裡 假裝到就是 我真的不知道老婆在哪裡 但是現在突然間有多老婆 他那裡 那個反應 那個內心 其實 就是 從戲劇上來講 不合理 因為 如果你真是一個下意識 不知道你老婆死在哪裡 不知道你老婆去哪裡 找不到 而突然間有另一個女人出現 這樣就是合理 但是如果你說他已經謀殺了老婆 而突然間有另一個女人 沒錯 在你旁邊 出現的 躺在你床上 而他說是你老婆 其實完全不合理 還有 你的護照也是換了文明山的樣子 是不是 是不是正常男人 應該將計就計 吃完文明山呢 講笑而已 是 因為你 第一 你已經是知道了 你心虛知道了 你按兵不動 是不是什麼都不要做 就暫時當這個是老婆 你之後再作處理 但是他不是 他很想說 這個不是老婆 然後 又找警察 搞完一輪 大兩份 然後觀眾就看 咦 不是 他很喜歡的是他老婆 因為他老婆一直都沒有出樣子 大概 差不多中段就開始出樣子 對呀 真的不是他老婆 其實導演是有一點點 帶觀眾去遊花園 但是帶得來 你看完這套戲 你出來想 不是很合理 不是很合理 我不用出來想 我看的時候 已經覺得不合理 你文明山不是一個警察臥底 他是一個普通人 你普通人明知道 你是要潛進去 面對的是一個 殺了他老婆的殺人兇手 然後 然後你都繼續這樣去冒這個險 而問題就是文明山 不是那個閨密 你說那個閨密也有個理由 是啊 他是閨密回復回來的人 有什麼理由 會去冒這個險 他在一套戲那時候有說過 他就說 我在東南亞 一個律師跟他說 他編了一個故事 但是這個也不合理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兇手 空手聽到這個其實也不合理 知道這幫人全部都是假的 反而反過來對付他 但現在不是 反而是律師文明山帶著他 如果那個老公不是兇手 對 但如果那個老公是兇手 老公應該不是這種反應 不是這種反應 所以為什麼我說 他編這裡 就是有不合理的地方 總之總括這部戲 其實他想加了懸疑性 抄了很多細片 但是 你剛才說的真人真事就合理 滋落山那個合理 因為滋落山你馬上找到 死的見師生的見人 是馬上找到的 是 但是他搞這一場大龍鳳就不合理了 所以我整體覺得 我也是那句 我這部戲 並不值三十億票房 是 在我心目中是僅僅合格的 其實就是 而一個男主角 也說他是有精神病的 就是有些精神病 要頭痛 要吃藥 這些東西 也是在做一個紡指 說他本身精神錯亂 就是這樣 就是一直 就是那個導演 就是這樣 去用這些東西 紡指 來去 誤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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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而 而 最後 就是那一幕 就是說在那個醫院那裡 那裡 那裡 那裡不要劇透了 那裡不要劇透了 那裡 那裡留給觀眾自己看 那裡也是 真是真是真是沒有什麼關係 那裡我一進去 在那裡 我就知道 基本上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mission impossible mission impossible 是啊 做一套戲 mission impossible 是 那 那 那 也是 完了之後 又說 就是那個 男主角 判了多少 就是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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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典型大陸 典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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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其實沒有什麼需要 那 剛才我看過 他也包裝了 有一種浪漫的氣氛 他用了梵高 梵高的畫 就是那個 旋轉那個 有浪漫的氣氛 說帶他去海底看那個 什麼 在海底看那個星 海底的星 所以他英文名叫 missing of the star 是 而我查過 原來是有一套 opera 也是這個名字 也有一首歌 也是這個名字 嗯 所以為什麼他用 Loss in the star 來做這個名字 那 他用梵高的畫 來包裝 有一個味道 就是整件事 是會 層次高一點 優美化 優美化 那 那 所以我覺得這套電影 標籤是 女性觀眾 嗯 女性觀眾為主 所以我懷疑 在大陸的票房 大部分進去看 都是一些觀眾 就是女觀眾 女人 但是看完出來之後 會會會會 有一個後遺症 就懷疑身邊的老公 老男朋友 會是渣男 哈哈 接著就 回家就出事了 哈哈 回家就出事了 這是你的想法 好了 這個禮拜先講到這麼多 那就講了這個現象 好的 我相信美國也有時間做了 OK 好了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其他電影 好再談 謝謝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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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